輕鬆一下 一般人對於達文西的印象 都停留在藝術創作上 但事實上 達文西精通醫學 科技 軍事和建築等等不同的領域 目前在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所登場的達文西特展 已經吸引了超過十萬人來欣賞 尤其父親節快到了 也有不少的爸爸帶著小孩 一起來認識達文西 蒙娜麗莎的微笑藏有25個秘密 如此神秘的色彩 在暑假期間 更是吸引許多大人 帶著小朋友前來欣賞 小朋友有興趣 我自己也很好奇 覺得當然是很像我們的孔子 甚至在導覽員的解說下 小朋友聽得更入迷 那個館長去監督這個法國工藝師 拍這壺蒙娜麗莎 拍了三小時 一共拍了13張 達文西不只在藝術上成就非凡 同時她還是一位軍事家 泡的料填料 就是從這邊打開填進去 它可以控制角度 精通醫學建築和科學達文西 引起許多民眾來到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大開眼界 而且還提供了一個親子一起求知同樂的機會 小朋友自己要求想來看的 所以我們就陪他們一起來看 還不錯 可以跟家人聚聚看看 看的長得也蠻好的 達文西特展已經有超過10萬人欣賞 加上這星期日就是父親節 館內特別推出 在星期日當天父子一起前往 就可以得到一份有關達文西的小禮物 看來達文西迷可要好好把握機會了 明星文李悠華 陳凱茂 高雄市報道 明星文李悠華 陳凱茂 高雄市報道 好 好